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吃极了 于是抢着要吃这第三块饼 都不错呀 长风说 这样好了 我们外打赌 输得只要把饼给对方吃 好啊 怎么赌粉啊 我们把饼放在桌上 从现在开始 坐在这里 看着 不识讲话也不识等 要是谁先说说 或谁先等 就算输 喝 赌就赌 于是夫妻呀 从白天到黑夜 一直守着那块饼 谁也不出声 到了半夜 来了个小偷 小偷一看 屋子一同坐着两个人 一动也不动 傻傻的盯着一块饼 他走进门 没反应 走到面前挥手 也没反应 拿的东西 还是没反应 太妙了 于是小偷当着夫妻两个人 把屋里的东西 搬了个金光 转身要走 忽然发现 那日子长得挺漂亮的 于是走进 伸出手来 撥他的脸 这时 妻子 终于忍不住 作者 丈夫吼了起来 你是死人哪 没有看到他欺负我吗 丈夫听见 他一台大喊 立刻蹦了起来 伸出手 压住那块饼 耶 我赢了 这饼是我的了 耶 好 你 你 你 嗯 我 你 你 一 你 没有